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3月1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太棒了 极有可能,共产党灭亡的时间提前了 在美国时间的3月18号 郭先生做了个三十几分钟的简短直播 还有一个小视频 在直播和视频当中 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在立务府救援的前线战友 在救援的时候,炮弹就过来了 太吓人了 二,韩正对于郭先生的朋友,也是战友 把韩正的桥砖打扮 去上海这事,告诉郭先生很生气 这位战友转述了韩正的意思 就是2012年18大雨来 中共都是铁了心 要跟着普京大地站在一起的 一时半会儿怎么能改成支持乌克兰呢 这就证明当时韩正 栗战书 孟建柱 王岐山 董宏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 要坚决消灭美帝国主义 怎么消灭呢 联俄灭美 现在拜登还要跟习近平通话 一定会被崩回来 因为中共那些人觉得美国都要完蛋了 三,西藏那位传播爆料革命的战友 被打死后焚烧 他的家人也被关押 很让人痛心 四,俄乌战争 新中国联邦去前线救援以来 捐给法治基金的钱 超过在前线花的钱 五,郭先生今天非常兴奋的原因 是美国给共产党准备了一堆毒药 共产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了 最毒的药去吃 你挡都挡不住 最后乌克兰台湾 一定是中国人最需要珍惜的朋友 因为乌克兰 共产党会彻底干净的完蛋 我们很快会在盘古龙头相聚 六,俄乌战争中 共产党觉得自己很犹差 是世界决策的一级 但现在大家看到了 全世界怎么看待和对付共产党和中国人 好几个郭先生的美国朋友说 中国人要真的跟俄罗斯站在一起打乌克兰吗 你们中国人疯了 郭先生说 我们只代表正常的新中国联邦人 不代表共产党 共产党只代表他自己做决定 也有你美国华尔街给共产党支持的结果 七,香港股市跌破两万点 中概股暴跌 多少人家破人亡 很多人还在等着反弹 那你就等着吧 港币和人民币一定会变成废纸 八,一在香港的美国人跟郭先生说 他打了三针疫苗 结果是什么 郭先生跟他说 若不赶快吃药处理 就是癌症和死亡 很不幸 他后来手发抖 脚迈不开 前天他死了 香港97.6%的人 是打了疫苗后 传染上混合性病毒的 九,在前线救援的战友 有八九个染上病毒 有点不正常 但没有证据 在帐篷周围 经常有中共派来的 驻波兰大使馆的人 在那转悠 前线的人要小心 十PAG扇尾舰 竟然拿着偷盗的GTV 和多维制造的假证据 作为上庭的证据 共产党真疯狂 十一 现在中东的油 供应链怎么样了 你被专门做意大利 西班牙 比利时 土耳其 这条供应链的人 由于油烧不起了 公司要倒闭 之前七千万买的房子 要四千五百万卖掉 都没有人买 还有一个 专门在霍尔蒙斯海峡 运油的人 现在找不到愿意工作的人 公司也要 活不下去了 郭先生今天直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我们很快盘古龙头相聚 那就说明灭共提前了 我感觉2025年以前 中共就有可能被灭掉 因为俄乌战争 中国共产党会彻底的完蛋 郭先生说 美国给中共准备了很多药 中共选择吃最毒的那些药 说明中共已经无药可救 在灭亡的路上又加速狂奔了 我们知道拜登和习近平在3月18号进行了视频通话 中国外交部及官媒新华社就双方通话发出的消息 称习近平在通话中说 乌克兰危机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 国家关系不能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 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当务之急是继续对话谈判 对于美方的态度 中方表示 拜登在会上说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白宫方面就这场通话下午发表声明说 双方谈话的重点是 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 拜登概述了美国及其盟友对这场危机的看法 美国为防止和应对入侵所做的努力 包括让俄罗斯付出代价 他还描述了 如果中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和贫民 进行野蛮袭击时 向其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和后果 并强调支持以外交方式解决危机 声明还说 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并强调继续反对任何单方 这方面的改变现状 两位领导人责成其团队 在未来关键时刻跟进当天的对话 所有新闻上的消息都是官话套话 看不出有什么关键的消息 但是郭先生肯定从中共内部和美国高层那里 得到了习近平与拜登通话的具体内容 从郭先生所发出的信息来看 就是习近平会加速踩油门 而且在直播中 郭先生还提到从2012年18大以来 中共就铁了心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哪那么容易转向 那就是说不转向继续支持普京 原以为支持普京是习近平周边几个人的意思 没想到今天直播中 郭先生说王岐山孟建柱韩正这些所有人的意思都是要消灭美帝国主义 就是要联俄灭美 只要中共继续在支持俄罗斯要灭掉美国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那美国会毫无选择的去灭共 我们知道只要美国下定决心灭共有太多的方式选择了 之前只是因为美国高层拿了中共泰国的好处 再有他们认为中共不会灭美 会和美国站在一起 现在俄乌战争爆发 中共本来的面目暴露了出来 另外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就是要中共选边站 中共不能再莫棱两可的骑墙了 所以只能说出心底话 挺俄罗斯跟美国对着干 那无论之前多么亲共的人 在这种生死存亡大事大悲上 他们肯定会选择站在美国一边 所以美国那边肯定是下定决心要灭共了 所以郭先生才那么高兴的说出 很快盘古相见 另外在今天直播中 郭先生还提到了石油涨价和缺少干活的人 导致他认识的两个人要破产倒闭 郭先生认识的都是做大生意的人 他们都弄到了如此地步 那那些小商家岂不就更惨了 尤其是国内的商家和制造业主 在这波疫情封城的情况下 绝大部分已经撑不下去了 在微博上有个叫晴天还夏里的人说 真的经济扛不住了 我们这边的企业家 大部分这两年都没有啥收入了 今年已经第二波疫情了 开年本来订单就不多 很多厂子都是在倒闭的边缘 现在好了 疫情更加严重了 估计不用半个月一大波厂都得倒闭 我们倒还挺得住 不过也扛不了太久 这都不用说了 稍微有点常识 对周围有些观察的人都会知道 现在的实体制造业和小商家都是什么样子 若疫情封城再持续一个月 大批商家都会完蛋 苦日子真的来了 因为大批人会失去工作 没有收入来源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